一颗颗柚子用刀子把外皮薄薄削掉一层放到罐子里 倒上酒精 浸泡七天后把皮取出加入发泡剂以及甘油 轻轻松松就做成了纯天然的柚子清洁剂 民众都可以放心使用 柚子皮肺污利用不意外 但令人想不到的柚子里中间的薄膜也就是白羊 竟然可以做成糖果 加入融化的糖加水煮沸后再加入挤干的柚白羊 持续翻炒直到表面收干放凉就可以享用 我就会想尝试 会哦 我会想要试试看 想说这个做其实还蛮简单的 也蛮容易的 柚子皮其实一般人把果皮就当 有时候会做堆肥啦 因为我们喜欢种菜种花 就会发生很堆肥 那今天这样子就是用在生活上 像洗碗 像洗碗就这个柚子皮做的那个洗碗筋 我觉得最好用 柚子除了吃柚子皮还可以清洁 颠覆大家想象的柚子还可以这样玩 就看到大小朋友想方设法把纯淀淀的柚子钓起来 原来柚子还可以玩钓鱼 当然小朋友更爱发挥想象力 在柚子表面上涂鸦 画出自己的自画像 我们园区应应中秋节 然后所举办的一个食农教育 搭配艺术教育的一个活动 中秋节最应景的就是水果就是柚子 然后其实柚子呢 大部分人就只知道说吃柚子肉 然后以前可能只有用柚子皮做帽子 但是其实柚子有很多的运用方式 柚子全攻略从果酱糖果到清洁剂 再到钓鱼涂鸦 一颗柚子的价值被无限放大 大家也才发现原来柚子被利用的这么彻底 民事新闻黄兆康新竹报导